來, 吃完飯, 吃完飯出貨 是呀, 是呀 吃完飯就大家一起出貨 華哥 坐 是呀, 劉先生, 你說去文萊嗎 是呀 文萊的只是沒有米粥 大陸的建築材料才是大茶飯 我假的都是半個老闆 當然是跟公友熬熬的, 先吃飯吧 一起吃 吃… 吃吧 吃吧 謝謝 好, 阿輝 是 這箱子怎麼有一個紅色的標誌呢 這箱子…這箱子算是打回頭的似貨 是呀, 似貨 似貨 是呀, 似貨 似貨 是呀, 似貨 我看不多次了, 給我看看 華哥, 你不是這麼厲害吧 這樣也看不太多次了 我自小跟我伯爺學生意的 我看人和看貨也不會看錯 開吧 開箱 真是磁磚 華哥, 不是磁磚, 你以為甚麼 你到底想找甚麼, 出聲我幫你找 是呀, 幫你開箱子來看 想想的, 誰想的 我老爸這世人最失敗 就是生了大哥和我這對子女 不過最成功就是收你做徒弟 大哥早就肺癌死鬼了 我又像一隻脫頭雞一樣 你說如果老爸和老媽子 真的只是指望我 他們現在在下面 連口香也不能讓他們問 不過幸好還有你 連連記得他們的生忌死忌 你拜他們 今年還帶我 我經常跟你說 你老爸有恩於我 想當年我抱著彩瑤的時候 若非只有他老人家收藏我們 還教我燒叉燒 我們兄妹倆就餓死街頭了 正所謂受人恩惠千年紀 何況這是大恩 大老炳 你把這個大恩報在我身上 我明明是你小師妹 你也肯認我做你堂妹 又這麼照顧我們兩個兒子 阿凱也是看在你身上 大協阿輝有份好功做的 你的大恩大德 我真是千年萬年都記得的 千萬別這麼說 一個人的做法和福分是上天安排的 不關我的事 可是你真是我命中的貴人 你知不知道 我遇上你之後 我凡事都一帆風順的 你看, 我連人都胖了又潤了 你胖了就因為你大嫂 常常煮好東西給你吃就肚肥了 潤了就因為阿輝回到你身邊 我怕會有愛情之餘 還有, 阿健很聰明 可是他出了身, 你們有好日子過 我怕好日子就過完了 你怎麼這麼說 你不知道, 阿輝那份人周身忍 有過錢, 他心癢了 你怕他又是沉迷賭博吧 賭博是小的 我是擔心他 現在這樣整天跟車上大路 你怕他玩包兒奶的科嗎 不會的, 阿輝平時對你這麼好 大哥, 我真的把你當是大哥 我才敢問你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對大嫂不住的事 那說謊算不算 你說甚麼謊 不要的, 告訴他你是我的堂妹 這真是碎了, 真不慘 我的意思就是你喜歡過其他女人 不要...從頭到尾我只有你大嫂一個 大嫂也是這麼說的, 你也是這麼說 難怪你們兩個這麼珍惜對方 其實你跟阿輝這麼辛苦才在一起 你們也很應該珍惜的 有用嗎?只有我一個人珍惜 那你有沒有證據 我有證據, 我早就殺了人 早就報紙頭條了 那...要不然我叫阿海調他做別的事 不用回大陸的 阿輝懂得做甚麼 叫他不用跟車回大陸 那他就能解僱了 不用怕, 我叫阿海調整他 你別做得這麼明顯 免得影響阿輝的聲譽 你知道他的檔案已經夠花了 好了, 我會做, 軟轉一點 是嗎? 劉先生, 問內場的電話接通了 以後先 謝謝 莎巴先生, 不好意思 昨天有急事, 所以昨天來不了 我訂了機票明天來的 你要去台灣嗎? 不要緊, 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們再聯絡 謝謝 阿嬸, 立刻給我允許機票 這個是不是最後決定了? 一會兒就訂了, 一會兒就退了 一會兒就解僱了, 也不知道誰是真 你這麼多事幹甚麼? 我叫你做就做, 去吧 拿出貨單的檔案給我 阿嬸, 你怎麼做事的? 你看這個檔案, 這麼多咖啡積, 花光了 不像你一樣 你的檔案也有污積, 花光了 也不知道無緣無故又會上大陸的 我去旅行社退票 如果貨真的有問題的話 我們公司就應該收回 可是因為池磚裂了 我們就算收回也要收一半錢 因為在他們運送途中弄壞的 讓我跟阿華談談 阿威, 我有些事想跟你談的 對了, 我也有些事想跟你商量 進我房裡談 阿華, 昨天你怎麼不去文萊 得失的客人就不太好 不會, 文萊那個客人很純很值 我絕對有把握解決 阿威, 我想和你談大陸批貨的東西 剛才我和海哥都談過這個問題 是, 裂了那些池磚我們回收是沒問題的 可是怎麼也要收一半錢 因為如果做壞了個頭 我們公司會很值得的 我想以後跟客人談約 一定要談一談這方面的責任問題 這些只是小事而已, 很容易解決的 阿輝 是 我和阿海有些抉擇性的東西 要開一開會, 你先出去 好, 拿一塊腦子 阿威, 我想過了, 信人不如信自己 以後貨倉的鑰匙我自己保管 以後出貨我看著, 我辛苦一點沒所謂 出了甚麼事? 現在沒有出事 如果到出事的時候就遲了 還有, 阿輝這個人 你也不知道他的底化, 靠不住 可是阿輝一向對公司盡心盡力 阿海, 你別這麼心軟 阿輝在你面前假裝勤奮 你們甚麼事都相信他 隨便以後就給他一些無關重要的事 給他做就行了 讓我先喝一瓶 先讓阿輝哥吧, 餓了 餓了嘛, 大哥, 養了他到底怎麼樣 阿輝哥, 你這兩盒子有餓 吃醋餓給阿力嗎? 吃醋餓, 吃醋餓了嗎? 不是, 叫來孝敬你老人家 昨天如果不是你聰明 我們一定會被人踢爆 是嗎? 是, 那個家人很聰明 不過碰巧我這個小狗 他搞不出甚麼貨幣 不是, 他已經施贏我們實在盯著 那豈不是斷了財路嗎? 是呀, 我和你的茶廳聽不可以想 還有, 你這間紙客中心不是凍過水嗎 是呀 放心吧, 我說過的 誰想鑿沉我的船的, 我就借誰 你有辦法嗎? 一肚也是辦法, 他怎麼來的? 我怎麼去, 吃東西吧 阿海, 回來啦? 怎麼這麼做? 不是, 他們還在下面 我回來拿單子都兌手而已 那我換套衣服去幫忙吧 阿海 來吧 趁那些女人不在, 我想跟你聊幾句 你覺得阿輝這個人怎麼樣? 阿輝幾幫忙啊 個人粗魯一點, 但是挺講義氣的 我在他身上也學不少東西的 你學時學, 要選好東西來學 你知阿輝以前是老片門的 認識他的朋友也沒過好人 我怕他不夠定力 石頭, 你想說甚麼? 這裡沒有人在, 直接一點就不怕 你覺不覺得阿輝這份人 也算是挺有型的 這些人最容易惹地逃花 尤其是在大陸這種地方 不像, 輝哥不像這種人 他雖然粗魯一點, 但是挺真的 有甚麼都不會放在心裡 我想他不會隨便說騙老婆的 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了, 他讀書少了 我怕他不會想, 你要幫我看實他才行 據我說不是讀書多就會想的 可能我讀書少了 反而我不明白阿華怎麼想就真的 阿華?做甚麼?他做錯了甚麼 那又不可以說他做錯了 我是不明白他為甚麼不去文萊見過客 靜靜回到大陸去查批貨 回到大陸? 你有沒有說了不用他回到大陸的 其實這兩天我們都在談公司分工的問題 當然也要拿著大陸的水自己管 你們公司行政的東西 我就不懂, 所以不能給予意見 不過你這個老實人呢 無論如何也好, 要幫我看實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兩個的底子都花了 我知道了 還有千萬不要讓那些女人知道 你們甚麼時候回來的 我們回來很久了, 你不知道嗎 那...我們剛才說的, 你們不是全聽到嗎 全聽到 阿嫂, 最近我爛了, 上來做Facial 皮膚是不是差了很多 那倒不是 你的皮膚的底子也很好 所以也沒甚麼問題的 不過女人去到差不多年紀 就要加緊一點了, 知道嗎 我以為, 用甚麼護膚品都是假的 女人有種愛情滋潤 也靈世容光換髮的 你看看我和你 有個好老公疼, 皮膚很明顯的 那倒是呀 你大哥對我都算是這樣的 整天都很疼我 對我衷心不易的 其實你真是很幸福的 嫁上我大哥又純品又顧家 不過我說也不差 雖然以前有少許行差答錯 不過他現在真是洗心革面了 兩夫妻是要經歷過的事情 感情才會更加好的 我們現在破鏡重圓 大家比以前更加珍惜了 那你真是相信你老公吧 當然了, 我們是夫妻 你破了鏡寶, 還有一條年齡在這裡 就像一個杯子一樣 你打破了, 裝水也會漏水的 說不會漏水的 但是呢, 確實一點的老公是好一點的 嫂子, 你不是聽到甚麼嗎 沒有…哪有事呢 沒有真的有 沒有, 沒有事 我們是不是好姐妹 我不想到時候整個跑馬地都知道 我想有懶惰惰的 你有話說給我知道 你別說我說, 要不是老爺婆婆 就當我像叉燒一樣燒 臭小子, 你說臨時有事取消去文萊 原來靜姊姊就很想到大陸 粉恩, 開飯了, 出來幫忙吧 你粗身大小就不要騰來騰去 不要碰到他兒子怎麼辦 你怎麼回事呢 臭小子有雷達, 他自己也會避免 你坐下吃飯, 別看他, 好不好 媽媽, 吃飯了 謝謝 我聽到你是單身人了 你也尊了豬仁、鮮有貴 這些很高膽的故事 你弟弟說喜歡吃的嘛 他喜歡吃就行了, 不用我喜歡吃的 你更難輕女, 我這麼遠回來探望你 你不斷煮一碟, 我喜歡的嘛 這樣也有客重的 我弟弟做事這麼辛苦就遷就他了 你看他叫他回來吃飯 他也做到懶惰了, 不知道是時候 阿欣, 叫他叫他吧 不用叫他回來 阿華, 不好意思, 早晚了 爹地, 我很想念你 爹地, 我很想念你 爹地很想念你, 快吃飯 阿華, 先吃飯, 這麼晚了 新公司多工作嘛 你這麼拼命, 阿凱拍著你, 真是撿到了 沒辦法了, 公司是小人才 不是, 全都自己下手下腳了 不要緊, 年尾芬花紅分多一點 別說那麼多, 先喝一碗湯 好 阿凱真是靠你了 不過不要緊, 現在辛苦一點就值得 還是公司拔大大, 你賺大錢而已 你讀書多人, 知道錢賺錢 不像我們這些粗人 用勞力賺錢, 這輩子都沒辦法 不, 除非是中落合財 其實窮也是窮得開心的 現在你跟姑娘不太好 還要買寶寶 對我說, 兩夫婆獎要就是一條心 錢不是一定買得到幸福的 那倒是 大姓是用一條命來疼我和寶寶的 如果她不用上班的時候 那些時間就能賠我們了 這些恩愛真的用錢買完了, 對, 老公 不過這樣, 如果有錢就更加幸福 女兒, 要多生修到 才能夠金錢、幸福、堅有 人呢, 千萬不要太大貪 幸福就是要知足常樂, 心悶意足 那我寧願要幸福, 不要錢 你放心吧, 我這個弟弟聰明, 又浪費 但是你夫婦一定幸福, 能量、量、堅持 麻煩, 我沒甚麼福氣了 不要, 你看, 整個夫歸傷, 你不用憂了 阿芝, 夠恩挑鬼命了 現在她遇上她的老公, 又不太好 是啊, 阿輝多疼老婆, 多活刺 阿凱說她很能幫忙, 整個聰明兒 阿輝也算是聰明兒 一看她的樣子就知道是狡猾 蛇頭鼠眼, 頭尖額窄 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經人家 有時候看人家就不能憑外表 有些人的樣子看起來就像疼老婆 對家庭很好 背著老婆明天在外面搞三搞四 樣子好也未必一定是好人 你不是說我吧 是啊, 但是樣子不好的好人 我說氣得比我男主角而已 老婆, 你有追的嗎? 阿凱, 這批是四川廠給我們的貨板 我看過了, 價錢多便宜, 賠款多少 不過我測試過 他們的石英汁含量比較低 不是上等貨 那就不要跟這家廠訂貨了 免得被客人說我們偷工減料 做完第一次生意之後 沒有回頭就更便宜了 做生意不是這麼做的 多點貨源當然多點貨源就好 我會跟他們的廠商研究 叫他們的質量提高一點就行了 凱哥, 運去丹麥那批貨已經裝了我的箱 現在正在去不去充 謝謝 是呀, 這份是下個月的出貨給你檢查 如果沒問題的, 我安排檢查他們上去運貨 我沒跟你說過 以後大陸運貨的東西我負責的嘛 他負責香港運貨就行了 其實我沒決定的 我打算我們三個坐下來再商量一下 怎麼三個坐下來商量 現在決責不得我和你倆而已 阿凱, 有時候下屬和朋友 你要分清楚不要混亂才行 老闆要維護公司的利益 這才是真正的老闆 我不明白 凱哥, 我那份出貨給我 阿輝, 以後大陸的東西我負責 你負責香港就行了 沒問題, 多做就辛苦 少點事做就我太調一點 阿輝哥 是 如果王喜上來也要你幫忙的 你開聲就行了, 你是我老闆嘛 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阿輝, 我們約了客人, 時間到了, 走吧 好 我認為劉先生像老闆比榮先生還好 甚麼?劉先生以前是老闆 榮先生以前是斬叉燒的 其實回到大陸的運貨這麼辛苦 劉先生也拿過來做, 也不知道拼了甚麼 說不定他喜歡的伯母呢 如果劉太太知道劉先生要上大陸 看來沒夠好睡 其實阿輝負責幫我們上大陸送貨 一向都做得好適適的 為甚麼你不想他再做呢 阿輝不信不過, 我沒看錯人了 他哪方面信不過 他以前出來逛鼓滑的 當然要走私了 況且跟著我們公司送貨上上落落 還不過水濕腳利用我們公司的貨車 出鼓滑嗎 你有甚麼真憑神據 如果我有, 早就報警抓了他了 既然你沒有證據 不能亂懷疑人的 是你教我用人莫疑, 疑人莫用的 總之, 我說這個人一定不是好人 他在我們公司, 找了一萬多元個月 連合照片是否二萬多元 那晚我看見你一級 和一群兄弟花天走地 你說, 你買錢就得回來 可能賭賭贏的 阿凱, 你想的太單純了 我讀書比你多, 見世面比你多 你要相信我才行 可能是因為你讀書多 想的才這麼複雜 好, 我又贏了 阿君這麼厲害, 每次都比爸爸快 當然了, 我每隻棋都有路走 不像爸爸這樣一條心 只走一隻棋 阿君, 你不知道你爸爸對人對事 都是這樣一條心的嗎 好了, 太晚了, 回去睡吧 明天還要上學 知道了 晚安, 阿君 晚安, 爸爸, 媽媽 晚安 老婆, 你說我是不是很笨 你連阿君都玩不贏 你說你是聰明還是笨 我真的很笨 那你又不是笨, 是純 純和笨有甚麼分別 那當然有分別 笨就是由人擺佈 純就是不會立壞心腸去害人 你說我才不適合做老闆 為甚麼這樣問 我不夠奸, 又不夠兇 下屬好像不怕我似的 為甚麼突然對自己這麼沒信心 不是, 我想想想我都要扮得威嚴, 扮得惡 才能管得到那些下屬 其實做老闆是要講實力的 不是誰要騙誰的 現在你剛出來做生意 經驗一定沒有阿華那麼好的 畢竟他以前也是老闆嘛 或許他有時候會在你面前 自然流露以前的架子 但是如果他能幫你做的事 別擺在心裡 老婆, 你有甚麼心水清 那當然了 你老婆我以前假假地 都是個金融經紀 經過這麼少人 那以你見這麼多人的經驗 你說阿輝這個人是否能說 這件事真是日久見人心 畢竟我們跟阿芝她的夫婦 都不認識了很久 是啊, 但是阿華就是阿細媽的老公 始終是一家人嘛 但是阿華始終想自己做老闆 她是大學生 我想她不甘心打老公 那誰都想自己做老闆 人知常情來的 華哥, 這邊 坐, 喝甚麼 啤酒吧 麻煩, 啤酒一個 輝哥 你約我來就是給我一塊貼士 我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上次沒見到你那時候 不是說有貼士就聰明了嗎 這次有真事 好, 那我先謝謝你 是 不過賭碼來說只是小事 大賭是做生意的 阿華哥 老錢跟女人是男人都對的 大家都是男人, 明白的… 阿華哥 是 少綿府這套沒用的 我跟阿海很辛苦才搞回這間公司 我不想被人家搞亂動 如果你規矩矩在這裡做的 也可以找到很正經的錢 那馬會的錢 英雄如盡 很正經的 大家找 你明白我說甚麼意思 我明白 我跟阿海是好兄弟 我不想有人教他 華哥, 你這麼聰明 我踩你一跳就知道我幹甚麼了 沒事的, 行了 好, 今天一句到尾 以後有錢就大家去找 一定… 小姐, 你喝醉了 小姐, 不喝就沒人喝了 過了 華哥, 沒事了, 乾杯 又會這麼巧 我上阿國去診所 就見到小媽在圖上趁家去封診 她說約了阿姐, 你喝茶 我幾件衣服你上來 是不是 你們逛街看, 怎麼少得我的份價 阿豪, 現在你經常逛街喝茶 游手好閒, 你悶不悶 過這些日子幾個月就叫悶 好像阿嘉你過這些日子幾十年 就要喊死了 是呀, 那我怎麼不同呢 我在希人上去三樓裡 幫忙收銀子 幫琴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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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幫阿欣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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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 我才算要由手好閒呢 那我到時候就要幫阿雙雙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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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要約我和遠遠走消息 是呀, 遲點彩瑤生上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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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再忙, 有空很辛苦 看起來無時就會會不成了 看起來甚麼時候也不覺得辛苦 那倒是 你每個都怎麼忙, 都不說怎麼忙 你看, 去了喝茶, 到現在還沒來 我聽阿凱說 他們見過台灣客人才能來 做生意比喝茶要重要 來了, 來吧, 來吧, 就說就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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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坐坐 阿凱, 你放心, 我坐桌子 吃東西不用背脊骨 坐下, 坐下 你們在吃鳳爪 說話也有骨 阿一, 為甚麼沒表情了 是不是冷氣冷了 拿衣服給你 梅夏華對阿欣真是細心 劉青華, 我也算找得你辛苦了 小姐, 我不認識你的 你不認識我, 你滾完我就說不認識我 甚麼 那你甚麼是你的 小姐, 你不要冤枉我冤枉我 我冤枉你?你算是沒良心了 你別以為我很欺負你 阿欣, 那個女人我真的不認識 阿欣, 你聽我說, 我真的不認識他們 我不聽 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 你怎麼會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 去問你的臭老爸 阿欣, 碰我 我們回去再說 走, 我不想見你, 走 走, 我不想見你, 走 阿欣, 阿欣 精華, 現在風頭火小, 你先回去吧 你明天才來跟他聊過, 你回去吧 我告訴你, 你快點走 我怕對你來, 我忍不住 我當你是炒烤的, 斬開一塊塊 丙, 你走吧, 精華, 你走吧 媽媽, 我沒做錯事 我為甚麼要走, 我不走 對了, 阿欣, 你別這麼勞氣 勞氣會有皺紋的 這樣吧, 當給婆婆面子平心靜氣 再聽她說幾句吧, 好嗎 婆婆, 我真的沒話要跟她說 她不是第一次是這樣的 我以為我原諒了她, 就應該相信她 誰知她又在說謊 以前有錢也是這樣, 現在沒錢也是這樣 弄得女人走上來找悔氣, 真是醜 阿欣, 我被人冤枉的 我不認識那個女人的 甚麼?你不認識? 這還有甚麼?你看看 你不認識她 你會跟她摸身摸射拍張照? 也對, 不認識得肯被人坐在大腿拍張照 這個女人也挺大方 還看不見, 眼睜了 我告訴你, 我說叉燒餅 一向當兒子女兒如珠如寶 我讓她嫁你 不是我們受官受難的 為甚麼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呢 我嫂子說得對 打破了她的杯子 就算痴返, 還是會漏水的 阿琴, 你是搞甚麼是非 甚麼搞甚麼是非 收得了解, 要告訴姐妹妹 說姐妹要問來 其實是這裡回大陸 誰知道要做甚麼 到時候不知道要染甚麼病 染了阿欣怎麼辦 甚麼病? 生病嗎?還是世紀絕症嗎 不會的 阿欣, 我想阿華上大陸 都是做正經事的 阿海 阿海, 這件事你最清楚了 你說幾句話吧 細媽, 阿華哥上大陸是談生意的 你們不用幫她說話了 難道她是甚麼人我不清楚嗎 我好累 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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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欣 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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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欣 你這個腎就搞定了 阿國昭怎麼做事的 很痛… 大奶,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 你不用再騙我了 你就當我不乖 我這次真的沒辦法跟你回去 大恩, 你這次真的 連奶奶的帳也不賣了 你想想, 你一個女人帶著女兒 可以去哪兒 阿欣 你放心, 有哪兒去不了 我這個死鬼永年死了之後 我跟雙雙都是這樣做人 我那個時候一個人帶著 財團的善未是這麼過的 奶奶, 你先回去吧 阿欣, 阿欣 我不會讓你和女兒在這兒 你跟她回去吧, 阿欣 你這幾天, 你是老婆子女的嗎 如果是, 你就不要出去滾, 你怎麼搞的 你快點走, 走呀 打你也不走, 走呀 站住, 阿福, 找全包裝回來 送這個溫神走 阿華, 等等, 阿華 阿華, 阿華 阿華, 我跟上去看看 我和你去 阿華, 你是不是想嚇死這個 只剩下一個神的媽媽 對不起, 媽媽, 我自己瞞瞞瞞瞞瞞 也不知道在做甚麼 喝一口水吧 你喜歡拿來喝, 拿來喝喝吧 現在媽媽, 只剩下你一個在身邊 阿華, 我的媳婦也不理我 連孫子也帶走 媽媽, 你不要這麼擔心 我一定會勸回恩回來的 男人吹滾, 就等於過馬路不守紅綠燈一樣 過得到當然是笑騎騎了 笑一些依規則的人蠢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不依規則終於是會撞慢的 你剛才差點被車遮死了, 兒子 媽媽, 我以前醫症洪路德過馬路的 我不認識那個女人, 我冤枉的嘛 兒子, 你好像不像 就像你這個死鬼爸爸 整天都不依交通燈過馬路的 我知道的 不過我眼睛開眼閉 因為看見沒有車遮死他嘛 做人老婆那個很可憐 誰都想貪方便的 可是我最怕死的 一想起衝紅燈的時候 就想起兒子 兒子這麼大了, 應該做個好榜樣才對 好呀, 我冤枉, 你都不相信我 我真的不好做過 那個女兒我不認識她, 我被人冤枉的 我...我和你運貨運了這麼多次 你也知道我這個人的 現在問題不是我信不信你 是小媽媽肯不肯信你 對不起, 公公, 把你的床 弄得你今晚要過去弟弟那兒 公公, 算是無所謂 對呀, 要你今晚睡得瘋瘋瘋瘋瘋 別想太多了 姐姐, 我稍後把書給你吃好嗎 現在就算有龍肉也補不回了 好, 這麼晚還沒走, 幹甚麼? 好, 城市追擊嗎? 難得有這麼大的電影, 當然要先看 阿欣, 不如我們打十六圈這樣解門吧 不要 蓋上胎 不如又拿著橫屋上來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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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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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對呀…媽媽幫你拍她 她欺負我的女兒 我拍姜, 拍得她貶 你們不用陪我了, 我想早點睡 那倒是, 早點休息吧 明天婆婆去俄京橋腳跟你打小癮 姐姐, 我們不要你一句我一句 她心情不好, 讓她一個人靜一下 那就別這麼說了 打小癮真是很用心的 你要買甚麼, 我負責了 我是熟手技工 你經常打小癮嗎?打誰呢? 沒有呀, 我答應了雙雙收山 蓋蓋, 為甚麼你眼光亮 你是不是眼睡呢? 我是不是就來沒有爹地了 沒有爹地, 有甚麼重要 雙雙醫生沒有爹地很久 不知道多開心 對呀, 你看阿楠你婆婆 小時候又是沒有爹地疼的 現在不是一樣這麼乖, 這麼聽話 好了…不要再嚇佩佩了 佩佩, 沒這種事你不用擔心 明天你爹地就會來陪你出去吃雪糕 你不用擔心她沒事的 媽, 究竟是我們祖先三分不好 為甚麼我的家的女人 那個老公不是跑出去滾 就是一早就死了 總是找不到一個負責的男人 哪有呢?你爸爸不是很好 他沒有出去玩的 你怎麼知道他將來不會 恩, 夫妻之間是要說個順字的 你看看你, 你剛才不斷蓋阿華 他也沒有走了 說不定他真是冤枉的 別想太多了, 早點睡吧 阿嘉, 你先洗澡吧 是呀, 我知道 我現在在找我的睡衣 為甚麼不見了 我怕不知道在哪兒呢 你還在哪兒呢 幹甚麼 怕在你那兒 倆母女兒有甚麼辦法 我想今晚不走的 在這兒陪我兒生女兒 阿炳, 你很熱嗎 我還是熱, 簡直是焚心耳火 好, 要不是把東西弄下來 我怕我會爆血管 你吃了鋼血壓藥沒有 都叫你不要這麼牢吵地衝動 要不需要我撿開個雪櫃 讓你進去躲一會兒呢 那倒是呀 那個真是臭小子 我當初給他女兒嫁他 想著他好微好馬約的家底 就以為安樂了 誰不知家道中落破產也不要緊 我不是那些白鴨眼的人 這個臭小子真是煞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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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也會死 before 我三笨很想찰煞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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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 fue 我下車就再有了 cloud squealle 時 tea 很乾涼 temporarily 來, 師父, 你來找我 你別吵著阿凱了 明天他要上班, 讓他早點休息 男人說大事, 女人別管 阿凱, 明天回公司 馬上拿一盤帳出來查清楚 你知道你做生意的經驗少 細途險惡 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虧空供款 或者他拿了錢 去買田買地給你護理精 阿丙, 你說了這種事 你這樣就是挑撥離間 善意不是, 其實我早就懷疑了 阿華不讓阿輝先跟大陸條線 要是要自己跟著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是不是... 弄得好微好咬, 生沙塞 阿輝雖然是一個粗人 但是他不會相信女人的飯 粗人有一個好處 他不會鼓話, 頭腦很簡單 好像我叉燒餅就是這種人 如果兩個人比他上來 我寧願相信那個粗人 也不相信那個混蛋 今天那個女人 幸好沒有上公司逃 要不然被客人看見 拖出去公司的名字也不要緊 連累了你的 看你做事也挺膠大 這些人很聰明 謝謝老闆 以後如果有這麼好的衣服 別忘記我了 行了...過了...過了... 好, 我先走了, 拜拜 廢哥, 怎麼整個女人這樣才行 當然了, 一定是一天都光亮了 流青華被我們插一刀 我們就可以繼續發財了 來, 乾杯...來, 乾杯 不過別說我不提你了 你們是兩老爺 如果有甚麼問題 始終都是親戚 廢哥, 你想我怎麼樣 你們是兩夫妻嘛 不就要把人家騙你安樂 家騙就家騙 他閉毀我們才是富貴嘛 出來走上上位 當然要找人家賤 找著他就不幸運了 而且如果他們的關係 那麼容易被你了解 感情好極有限 怪不得哪個呢 對了, 廢哥, 你想不太好 我假假的因為海哥才有金人 得人恩過千年紀 你搞得海哥雞毛鴨血就不好了 還有, 我也找幾十萬了 你老公一定找不少了 是時候收手了 廢哥, 洗濕了頭了 還有一單跟十單有甚麼分別呢 一個不幸運被人打了 一樣要進去蹲 而且他們也不會讓你回頭了 是呀, 第一次就說難了 現在已經過了 以後的事, 事實了 我昨天才入了一筆錢 去你的銀行 一滴汗也不用流 又不用擔不洗桌子 那就肯定下袋了 海哥, 我這幾天見... 我見到海哥 我的心平靜不停跳 我喝三人三膽才行 我都做了你幾轉, 上岸了 一場兄弟 你經常想弄一間桑蘿蠟燭 給你老婆拿身體 我有個兄弟就快要移民了 他就想頂一間店出來 到時候我就跟他聊一下 收信一點 不過一百幾十萬一定要的 所以我們兄弟倆開玩笑 找你幾轉, 發達的了 來, 喝吧, 喝… 來, 喝吧…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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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這麼早? 早?日上三江了 你找到不知時日過了 你找到眼睛都瞎了 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我問你搞甚麼 是真的 弄得狐狸精就找上門了 弄得欣就牽著女兒走完 安心了 那倒是, 媽媽追到殺手減半腎痛 阿欣都不心軟 你說怎麼辦呢, 阿雲 你看看, 哭得媽媽的眼睛都腫了 走完多幾條 你害人害物了 姐姐, 你不要一女主罵我 我才行 我真的沒有 家下, 我問你 阿欣有甚麼不好 你心癢了, 心癢你就叫我 讓我買一條腿上來醒醒你 你別讓我看穿你 你好色的兼文室 你當然嫌不得欣 沒跟你生個慈高定 借題發揮的罵了, 現在 你瘋了嗎 阿華, 是不是那個女人 真是跟你在外面有個兒子 你不怕說媽媽知道的 在阿欣面前我當然是幫著她 可是你始終是我兒子 如果是真的 我不計較那個女人 有沒有學歷, 有沒有儀態 不要緊的 是呀...或許是炆雞豆皮 真是餡料 我跟媽媽採上去跟她談條件 要兒子不要勒, 看她怎麼看 是呀, 我還是沒有勒 不要還要幹甚麼, 把她甩掉了 是呀, 聽說了吧 不要惹我媽媽那邊的腎又痛了 媽媽, 你們倆相信我 我真的甚麼都沒有做過 如果我留情說做過 沒用我天打雷劈 這麼毒的寫法出 肯定是真的 你們倆一定要相信我 如果你們倆都不相信 我就沒人相信我了 這件事沒有鬼不會死人的 我就被人打雷劈